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 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 那他就会叫我说 娘你好吗 那个感觉就很温暖 很崇拜他 他走到现在真的感到很欣慰 我们三个其实 说像母女好像也不像 我有跟女儿说过 我希望当他们的朋友 不是当他们的 只是当妈妈而已 我希望当他们的朋友 因为他们对朋友都比对妈妈好 老大要上大二的时候 就真的发个唱片 因为歌太好听了 所以就很红 红了就开始有赚到一点钱 后来有一天呢 有一天我们就在我们家附近的百货公司逛 觉得那个金珠项链很适合我 结果女儿就说 妈妈那天喜欢吗 我说还好啦还好啦 我不敢讲 妈妈如果你很喜欢 我买了送给你 我说真的假的 当下我吓一跳 我说女儿买送我礼物 这样我不用花钱 当下真的我回家 我在那边哭 我跟我老公讲 我说女儿赚钱了 会买给我礼物 那一刻我真的是 一直到现在我非常的喜欢 黄金珠很漂亮 我想要的其实是在涉谷 那个人来人往 那个最側的街头 然后她叫今天一跪 阿兰你嫁给我吧 我女儿笑我 妈人来人往 一下你就被淹没了 不见了 我说好像也对 那有一次女儿有一个工作要约 要去美国纽约 然后我们就全家都去纽约 那个时代广场嘛 最漂亮的地方 我从来没去 结果我们就逛啊 然后后来她们就拉着我 我们就这样走嘛 我们就跟着她们走走走 吃完的东西就走走走 走到了广场外面 然后我就看到 对面来一个人 爸爸 然后在后面拿出一束花 神经病 我说你要干嘛 然后她就跟我跪下来 拿出了戒指 跟我求婚 然后我那时候 真的是吓到 其实我不想嫁给她 再嫁给她 我就说好愿意 真的 其实我嘴巴是 好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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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蜜蜜的 暧昧在热恋的季节 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掌声鼓勵 好愿意 谢谢 谢谢 孝敬腾是排老腰 又皮 也很黏 她怎么黏 每天 每当要睡觉之前 很多要求 比如说挖耳朵 聊聊背 还要听故事 讲故事给她们听 小时候也是个火爆小子吗 对 因为她真的是有点 真的是比较爆 我就给她挂一个 灌这个火爆小子 有一年母亲节 拉着妈妈到那个 叫我们去唱歌啊 那是第一次跟她们一起去唱歌 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讶 怎么可以唱那么好听啊 连麦克风都轮不到我手上 我想唱了都没机会啊 原来这是可以唱的 是第一次听到我小孩子唱歌 平常我们一见面的时候呢 就会互相拥抱一下 然后就说 宝贝你回来了 那她就会叫我说 娘你好吗 然后就 那个感觉就很温暖 对 没有人天生会做父母 父母一直必须学习 何况我从小没有母亲 无从魔法 对母亲形象的塑造 多半来自于自身多年的 渴求跟期盼 有了孩子后呢 我发现自己 其实无法做到想象中的 那个完美的母亲的角色 虽然人生充满了失望 恐惧忧伤与挫败 但是君宁和姐姐呢 让我重新有了前进的动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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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